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一案最近又有新的进展 根据香港的媒体报道 山东省济南市的检查机关已经把起诉书送达薄熙来本人 预计博案最快会在8月初就可以开庭审理 10月底之前宣布判决 继大陆官方媒体7月25号对外发布薄熙来案在济南提起公诉之后 日前济南市检查机关已经把诉讼文书送达薄熙来本人 专家推测如果济南中级法院尽快完成立案手续 最快的开庭日期将在8月初 根据济南市检查院的起诉书 薄熙来涉嫌受贿罪 贪污罪和滥用职权罪 但起诉书对于外界普遍指证薄熙来所涉及的谋杀 阴谋政变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并贩卖尸体等更严重的罪行却只字未提 张建同时谈到 虽然薄熙来的罪行庆逐难输 但中共不可能判薄熙来死刑 也有分析指出 不管薄熙来最终是否被判处死刑 量刑如何 都是中共内部各派政治交易的结果 应该公开审判薄熙来 还司法正义与公平 按大陆有关规定 公开审判的案件 因在开庭三天以前公布案件情况 被告人姓名 开庭时间和地点 但至今为止 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官网上 还没有公布薄熙来案的开庭公告等信息 而办官方的香港中通社报导 大陆法学专家估计 最晚在10月底之前 济南中级法院才会对薄熙来做出宣判 新唐记者一如采访报导 新唐记者一如采访报导 perm笙音 ano 清和 魔笙 divine 烬 艤